你们把婚姻当什么呢 他们俩就没有把婚姻当回事 你们认识几个月就结了婚 五六个月 五六个月就结了婚了 事实上经过了一年的婚姻 你才会发现 你其实并不了解 对吗 所以当初结婚 不是因为了解 也不是因为信任 是因为冲动 你们这个婚姻 本来基础就不扎实 一个男人对你献殷勤 你就觉得对你好 就要嫁给他 并且不顾家庭的反对 一无反顾 还好此时此刻 你们两只金还没有孩子 如果有孩子的话 受伤害的是三个人 刚才敏娜老师问你说 你还爱他吗 你并没有回答 犹豫和迟疑 下下证明你心里没底 你现在根本不知道 这个男人哪一点该信 哪一点不该信 离不离婚 是你们自己所做的选择 但是你们俩现在的关系 甚至不如从前 结婚到结成了仇人 我觉得每个人 现在不管是离婚 还是不离婚 都应该考虑清楚 在这段婚姻当中 自己的不足 自己轻视了什么 有哪些地方 做得有些冲动 将来不管是在一起 还是离婚 再寻找下一段感情 多多少少 咱们没白结一次 对不对 记住 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 谢谢图老师 在这段婚姻当中 到底要汲取一个 什么样的教训 这世界上 没有掉馅饼的事吧 没有 怎么可能投资就 一下就那样 就想走捷径嘛 都坦诚 都别骗 胆挺大的 是吧 跟自己老婆说 拿几万块钱来用用吗 如果你不贪心的话 你一定会问清楚老公的 好老婆是 老公拿回五万块钱 老婆会问 你一个月挣五千块钱 你怎么拿了个五万啊 哪来的这五万啊 这是好老 所以啊 诚实 不要占小便宜 记贪心 每个人雇勉吧 不仅仅说你们 大家都雇勉吧 好吧 你要还想挽留 你就跟他说 他愿意给你机会 那就给了 他要不信你 我们真的没办法 因为没有人 有能力 去弥补一个 不相信的人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发红糖 真情六十秒 老婆我会以后对你好好的 以后不要再欺骗你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会好好陪着你 不会让你吃一点的苦 可是我还是不想再相信你了 我觉得你每次说的话 总是错而反而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请回吧 我觉得他们俩好像都在这个突然的变故当中 有点傻 就对于男生来说也是天塌了 咱们钱也给骗了 婚姻也没了 来 请关门 对于女生来说 好歹我们俩在一起了 你怎么这么大的胆 我看他们两个都处在那个 应激事件的那种不知所措当中 他们应该慎重地再考虑考虑 看看这一队的选择 请开门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